北京时间6月28日 勇士铭记Anthony Slater采访到库里和汤普森 他俩首次回应保罗的交易 水花兄弟将在北京时间6月30日参加TNT高尔夫赛事 当被问吉和库里一个达拉这样的高尔夫大师同在一对的感受时 汤普森主动提到了保罗 至少我们现在有克里斯比保罗了 当他加入我们的球队时 我对他说我终于可以在高尔夫球场击败一个人了 因为安德烈伊哥达拉和斯蒂芬库里在另一个水平 这一句话打开了关于保罗交易的讨论 斯雷特向水花兄弟询问上周普尔换保罗的重磅交易 以及新任总经理邓利维的情况 他在上任第一周就批准了这样一笔交易 以下是斯雷特和水花兄弟的对话 斯雷特克莱你打开了这个话题 对于保罗的交易你有什么看法 你已经提到他是你的新队友 汤普森任何时候你能和同一时代中最好之一的球员一起打球都是一种荣幸 这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过去和克里斯保罗之间有过很多次战斗 而且他领导过很多球队 在2014年几乎把我们打败或者确实打败过我们 我认为他能带来我们所需的冷静和灵 导利我知道他和斯蒂芬都来自北卡罗莱纳州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我来说与这样的传球手和组织核心一起打球将会非常顺畅 我很兴奋 斯雷特斯蒂芬你呢 库里感觉一样这生意太疯狂了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在六个月前问我们这是否会发生 基于我们所处的位置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然后到了夏天 你会努力想办法变得更好 让自己处于追逐另一个总冠军的位置上 保罗效力过的每一支球队都会变得更好 这是他始终如意的地方 他会给球队带来很多东西 每个人都会谈论年龄 我们有责任把所有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然后弄清楚应该怎么做 你讨厌失去普尔 我知道这一切还没官宣 所以我也不想在此之前谈论太多 但这失去普尔是这比交易里最艰难的部分 看着一个年轻人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然后被交易 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只不过你与他结识 建立了友谊 建立了联系 看到他离开会很难过 但你知道 我们想要在明年获得胜利 保罗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斯雷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你们第一次和新任总经理一起工作 我很好奇你们对于小邓丽维合作的 初步感受 汤普森 嗯 我爱迈克比登立维 我小时候看过迈克在波特兰高中打球 然后成为麦当劳全美明星的议员 接着去了杜克大学 并进入NBA 对于俄勒冈州来说 这是一件大事 我们没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和他一起共事 这太疯狂了 世界这么小 尤其是在篮球世界里 现在严格来说 他是我的老板 此前他就像一个大哥 让我们去他家 把我们扔进泳池和垃圾堆里 现在和他一起工作真是很疯狂 我知道迈克能做到很伟大的事情 斯蒂芬 你老了 我不确定你和他一起打过球吗 兄弟 那是你的时代吗 库里 我新秀赛季的日子过得很糟糕 但当他在这里的时候 情况没有那么糟糕 斯雷特 至少你和他交过手 库里 确实和他交过手 我想 应该是他退役前两年 但这很有趣 转型和改变总是艰难的 特别是在这个厉害攸关的联盟里 但我很喜欢迄今为止和他的对话 喜欢他对这些想法的坚定和信念 现在就是去执行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将在我们如何实现目标 追逐冠军 以及决定未来中显现出来 �� by 杨核 吼 텍 杨核